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试试看台湾掌握最新财经脉动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本周的数字台湾 那么今天这一集应该算是感恩的日子 今天特别邀请到 广明星主委跟廖小军主持人 我想今天这个场景要回复到2004年的4月2号那一天 那一天我跟龚主委 其实那个时候他是台经院的二手的所长 邱生先生请我们两个到年代来录影 我第一次参加完之后 邱生先生要我当固定来宾 所以我就固定这样主持下来 那我想经过20年 后来小军被挖角 后来来了周益勤 周益勤后来又被挖角 后来我干脆就我自己主持到现在 我想我们节目20年 我相信20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岁月 所以今天也把小军找回来 同时我们也请当年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的龚主委 在这20年当中台湾的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相信在这些年当中 把台湾收得一无是处的非常多 但是台湾发挥强忍的力气不断的往前走 我想一开始给大家看到台湾现在的有钱 第一个 法拉利去年卖了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三辆 台湾的购买者超过一千三百辆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买法拉利的人台湾人非常多 所以我认识卖法拉利的老板 他说最近跟他问要买私人飞机的一大堆 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得到 台湾现在掌握十亿以上高资产超过七千人 到2027年会超过八千人以上 大概掌握的财富二十二兆 这个二十二兆里面 我想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键注意的 大家可以知道 这张图大家可以仔细算一下 到2023年的时候 台湾投资中国大陆 这个金额创下新低了 那大家也知道在前辈这个 尤其如果你有 以20 差不多11到12年的那个高峰期来看 台湾的企业投资中国大陆也是最高峰 然后呢 其实到2019年 台湾人赚到钱之后 第一个想办法 把钱汇到中国大陆去买楼 要么就是炒股票 要么就是买人民币的商品 所以相对来讲 台湾的钱没有到这种地步 但是现在各位知道 最近大家知道 台股突然之间轻轻松松 占上2万点 而且以前到1万点之后 要崩盘 但是现在2万点占得很稳 最大的关键是 这个资金改变了台湾的整个生态 也就是说 现在钱不但不会汇聚中国大陆 而且钱还千方百计 从中国汇回台湾 这个是台湾前N角目 比过去更可怕的地方 这是指导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呢 我想蔡总统的任期 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上次在大选之前 蔡总统来到我们节目 我跟她说 蔡总统要卸任之后呢 我相信台湾的人民会给她很高的评价 那最近的民调 她的任期还有一个月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蔡总统的任期 她现在民调满意度 是一直在五成以上 这个在历任总统 尤其卸任总统 信任度跟满意度 都超过五成以上 台湾难得一见 这是我相信 大家可以想见得到 等她卸任之后 我相信她得到的评价会更高 就是八年当中 蔡总统改变台湾的命运 我想这是大家一定要记得 她对台湾所带来的 卓越的领导 我想大家会记得她 另外一个呢 我们大家看到 这是第一季啊 整个亚洲市 全球股市 在第一季的成绩单 日本的日经指数呢 上涨20.83% 这是拿到第一名 但是台湾呢 涨了13.18% 越南大概13.86% 但是前三名是 主要是三个市场 但台湾呢 在去年表现已经 上涨21%之后呢 第一季继续在持续大涨 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相对来讲 中国大陆呢 是不管上 上证或深进 或是香港 大致上是一个 香港股市一个下跌 尤其香港的创业板 大概跌了23.8% 这是情况相对严重 这是台股现在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过去台商大规模投资 中国大陆的时候呢 台股很难超过1万点 但现在资金回流之后呢 台股展现了 非常澎湃的气势呢 现在到了2万 那我想2万呢 当然以目前的企业获利来看呢 占稳2万可能有点勉强 所以到2万之后呢 大家一定要稍微谨慎一点 也就在这个地方 很可能是一个多空震荡的一个局面 千万不要追太高 最近的00940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在讨论 但是大家知道 这种短期的因素呢 大家如果追高 你很容易套牢 但长期来讲 我想像00930 939 00940 都要长期投资 大家观念要稍微改变一下 最近我在X的这个推特上面看到 蔡顺坤先生他提到一个 所以未来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整个全球发展当中 千万不要去追逐产能 最重要要在质跟这个品质跟创新 要能够加分 大家知道 他说马斯克在中国设厂 中国官方唯一的要求就是 把零组件的供应链放在中国 还把技术交给中国 然后呢 马斯克很开心 他以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他把技术管理跟零组件的供应链 交给中国之后呢 短短几年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 呼啸而至而实现了 传统汽车几十年 从来没有实现的国产化的梦想 然后呢 弯道超车 占领所有的位置 现在呢 电动车已经杀入全球了 大家要特别注意 他说他也讲到 他说不要低估 中国的制造的杀伤力 他说 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顺差呢 老早就超过十兆美元 他说今天亚马逊 或是天秘 这个拼兜兜的这个 他说绝大部分的商品来自中国制造 中资在东南亚或那里美洲制造 他说只举一个例子 他说这个原来的提款机啊 一台大概卖一百万 大概一百万人民币 现在呢 杀到二十万人民币以下 他说全世界都中国制造 所以中国在制造端啊 这是有卓越的制造能力 这一期 最近的经济日报的授论 他提到大陆制造业的冲击 全球震惊生态 但是这个因为大量的量产 比方说你现在看到 比亚尼的汽车啊 现在已经洗减全世界 他在全世界七十八个国家呢 大量的销售 这个销售你可以看到 比亚尼追上了特斯拉 特斯拉的股价呢 现在一绝不振 这个一绝不振呢 告诉他台湾有非常多啊 追逐量产的产业呢 大家一定要高度的关注 你知道 这个美国对冲基金的 这个Gliffin在讲 他说看着比亚尼超过特斯拉 令人心碎啊 那这个对美国人心碎 其实有很多庄啊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现在的马斯克呢 除了他未来在 在新的AI的创新的路上 有没有办法加分 这是值得关注的 而日本呢 他一直在讲 他说电动车 速占力未来会 最多只会到三层 他说永远不会成为主流 那日本在走自己的路 也包括轻能的汽车 那苹果呢 现在造车梦碎以后呢 我想对苹果带来 非常巨大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在未来这段时间 台湾未来有一个很大的力道在AI 所以黄文勋在讲 他说我是一个优秀的台湾大使 因为了解历史台湾产业的重要性 台湾正处在新的电脑革命的重要的中心的位置 我们必须啊 确保能够收好台湾的故事 他说台湾加油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GB200的这个新产品发表会 这个有17000多人参加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简直像一个朝圣大会 我相信NVIDIA的盛况 未来他会带给全世界巨大的影响 现在NVIDIA的市值呢 超过Armoco的石油 这个也告诉大家 现在晶片取代石油的时代呢 正式降临 那这个同时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到 NVIDIA现在市值2兆2500亿美元 而苹果现在两兆6290亿美元 双方相差3700亿 我相信大概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呢 NVIDIA有可能超过苹果 如果超过苹果的时候呢 库克的未来 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看到现在 苹果要找Google去研发新的AI手机 但是呢 现在看到华为的崛起啊 在中国市占率呢 他第一季成长60% 而苹果衰退20% 苹果的股价呢 现在也到了一个瓶颈了 所以大家都会知道 像Starbuck呢 也是在杀戮中的输家 你可以看到 库克在3月21号到上海的静安区啊 他的苹果的专卖店 那这个苹果专卖店呢 大牌长龙 那库克也会见中国的供应链厂商 这个供应链厂商 包括蓝丝科技相关的厂商 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苹果的未来不在中国的这个苹果店 但是最大的关键 它要在创新能够有新的发展 跟新的未来 或者苹果是大概是一个失落的贵族 比方说现在成熟市场 现在全中国大家都在发展 那个供应量无限大 这个成熟市场可能一片晶片的卖2万 但是呢 台积电的高阶晶片可能卖20万 这20万呢 卖给黄仁勋呢 他的GPU啊 一片卖200万 所以你从2万 20万到200万呢 这个差距 大家可以想象的到 任何一样东西呢 在中国生产 这个时候价格杀戮呢 会杀到你无法想象 所以一伦警告 他说 中国特定产业的产能过剩 对全球会造成空前威胁 这个是大家要高度关注的 这个 我们也看到资程的研究啊 他说台湾企业领袖啊 十年之内应该要转型 这个不是十年之内 现在你就必须啊 要从转型当中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那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在对中国的现在压制呢 在供应链移转之后 其实包括他有一些晶片的禁止名单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晶片法案通过之后呢 台湾能够台积电能够有今天 大家可以想象的到 如果中国在高阶晶片 他会突围而出 台积电一年赚了8384亿的破例呢 很可能腰斩 这个时候我相信台湾的危险度相对会增加 这个也告诉大家 在台湾整个未来发展的路上 今天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 20年前呢 2004年阿伯的第一任的任期快结束了 那那个时候呢 他正要准备要连任 到年底 在那个前后啊 台湾发起一个叫牵手赴台湾 2004年这个阿伯是 从在那个运动当中 我们节目也跟着诞生 那我想在20年之后呢 大家重新回来损失一下 台湾面对非常多的威胁 但是台湾不断的在各项的压力当中呢 台湾不断的挺身而出 今天非常感恩大家20年来的支持跟收视 我们的收视力一直保持不错的成绩 今天再度邀请到我们 我们当年20年前 一起来到这个节目的 龚主委跟小军来到我们现场 等一下我的位置换你 你来主持 然后我来当来宾 我们重温一下 20年前的往事 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走过这20年的岁 我们进入广告 回来我们节目重温就目一下 观众朋友晚安 用数字看台湾 用数字掌握最新的讯息 你记不记得就是在20年前的4月2号 在这个年代的摄影棚当中 事实上这个节目的确已经20年了 一个人成长到20年 他可以很成熟去面对国际跟国内 自己成长当中的一些动能的事物 当然对一个节目来讲 他可以维持20年的时间 尤其是在这个财讯集团的董事长 谢金河 他在主棒之下 虽然20年前4月2号 是有廖小军 当时这年代的董事长邱布森 他当时点名 我帮你找一个重量级的来宾 跟你共同来主持 这个就是你的相亲 你跟你们塞的相亲叫做谢金河 那在场呢 有国法会主委 龚明星主委来到我们现场 来 诸位晚安 谢谢小军小姐 还有薛社长 来 这个社长 那你驱坐 我想驱坐来宾 不管来宾跟主持人 你都是重量级的 我当过一年多的来宾 我想今天坐在这里 没有一番感受 也非常感谢你当年 给数字台湾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是 没有因为有你壮党 你知道吗 这个重量级的来宾 搭配有共同的主持人 我要告诉贵人朋友 其实过去数字台湾 他在20年前一开始制作的过程里头 社长帮的非常非常大了 在一两年里头 我觉得两位 两位在我的 不管在国际政经领域里头 都是启蒙老师 尤其是社长 那这个主委更是三半两头 透过不同的方式 都去咨询他 在知识含量方面 他们两位在政经界里头 说真的是无法比拟 当然了 我刚刚第一次见证到 有主持人 他可以一口气 把100个图板 然后呢 这些 其实是非常复杂 大家透过 几乎3到20秒的方式 重点是 帮大家扫描 我相信这是空前的 没有人可以办得到 所以主委我想 的确 我们如果以20年的脉络来看 但是8年来 台湾跟中国 甚至夹杂的 香港基本法 23条通过之后 香港的变数更大了 然后我们看到 社长最近又从印度 他带团去参访印度之后 印度也是快速崛起 等于要承接 这世界工厂的位置 如果以时间脉络 我们从20年到8年 看到是台湾向上 攀升的力量 可是中国完全翻转 往下沉沦 来您的观察 在未来 台湾可能面临到 什么样的情势 对我这20年来 我先从 因为那时候2004年开始 那时候大概是 这个扁政府 即将快迈入第二届的时候 如果我们记得 我是凭记忆的 就是来看 扁政府后面的4年 还有中间的这个 这个1998年 然后到后来的8年 那我们记得经济大家的这个 当时这个阿扁总统 他就希望台湾 希望有一个绿色系岛 那个是愿景 我们可以发展起来 然后产业上来讲 希望有两兆双新 后来2008年以后 马英九上任以后 那他的这个 这个经济上的政策 就完全改变了 他是希望透过中国 那时候的快速发展 外溢效果 可以也外溢到这个 台湾的一切发展 所以为什么强调 可能EFRA的签订 等等一些情况 然后甚至于喊出了这个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达到这个633的目标 但是事实上到后来的结果 是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 甚至于到了2015年的时候 台湾整个经济的这个动能 弱化到非常严重 因为那时候的这个投资 都等于是往外走 尤其是往中国走 那国内 事实上公共建设也变很少 所以变成了所谓的产业 空洞化的一个现象 那蔡英文总统上任以后 必须要扭转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那时候思考 就是说台湾那时候的代工产业 已经大概全世界 已经做得最好了 电子五个大概没有人 可以跟他拼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是没有办法支撑 台湾的经济发展 显然台湾必须寻找新的成长动能 那当时蔡英文总统给我们的指示 就必须要寻找台湾的这个新的成长动能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五加二产业的一些想法跟设计 那这个五加二想法跟设计 就是说它跟原来代工完全不一样 它跟我们的国家发展愿景是像扣河的 包括了飞河跟地碳的家园 所以为什么绿能产业要发展 那另外或者是数学国家智慧导影 为什么我们要做数学转型 等等的一些情况 慢慢建立起我们这个新的成长动能出来 那再加上台湾回流等等一些情况 我提供一些数据给大家看 这八年来的努力 翻转了过去这个2016年情况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我们大家提到的这个经济成长动能的部分 那我们重回到这个亚洲 不管四次小龙也好等等一些情况 大概就是已经变成又回到第一名了 那之前来讲的话在16年之前 事实上那时候成长动能是非常非常弱了 那这样已经回来 那当时这个马英总的前总统呢 他特别提到他的633 希望我们的人均GDP 或是讲美人GDP 可以希望超过3万块钱美金 但是基本上是没有达到 2016年的时候大概才2万2千多而已 那现在已经3万2千块 这八年来事实上我们增加1万块钱的美金 那这个成长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在蔡总统的第二任的时候 我们开始推出了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那他目标不太一样 5加2产业是把我们的基础打好 把我们的新的成长动能 就create了出来 但是六大核心战略 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是希望从这里面挑选出 我们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在国际间扮演关键性的力量 5加2产业是摆脱了对中国的单一依赖 单一依赖 因为你有新的成长动能 可以balance它的依赖 但是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和国际供应链的合作 那这八年来我们也逆转的 就是说投资一直往外走的一些现象 那这个当然包括了我们推动了这个 前瞻的基础建设 政府先投资基础建设 民间也投资加码 那再加上美中贸易战开始的 这时候产生的这些台商开始回流 那我们很快的推出了 欢迎台商的一些方案 让台商可以非常便利的开始 有产线可以投资 等等一些情况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完全是逆转 就是说比如说 这个三大投资方案的部分 大概金额 我当然也可以用这个时间数列来看 这个是单纯的从外资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外资的情况 就是在2016年之前 那时候就阿扁过去之后 08年之后事实上外资来台湾 都是投资非常少 那外资事实上很单纯嘛 你自己都不愿意投资 你是投资在中国 我干嘛投资在你台湾 所以就是说 他的投资金额一下子降到平均 大概只有50亿美金而已 每一年平均 但是到了2016年很明显 你就可以看到说 平均已经超过100亿 又回到100亿的一些情况 所以就是说 很明显的产生了一个逆转 那为什么外资又回到台湾来 那就是我们奎业的 很多的新的这个 产业发展的机会 包括绿色能源的发展 等等一些情况 甚至有半导体的供应链 那他们就很快的一些发展起来 大概2000年开始 或1990年开始 所谓的台商 感觉到那个是比较算是外赢 是 就是从台湾的产能把它移到国外去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是全球布局 我们是国内的投资也同时增加 而且是最先进的制程流在国内 但是我们也到海外去布局 是供应链的一些布局 所以这是能量的扩充 那这个态势跟意涵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看一个战略性的思考 从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到2020年政党轮替 那包括马英九到2016 那么交棒给蔡英文总统之后 尤其在8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是 台湾不断跟国际间进行合作 而世界上各国 尤其民主同盟当中 去中国化的态势也非常明显 不喜爱记住很多的制裁措施 在这个状况底下 台湾的地缘政治 催化了台湾的角色 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 我们可以成功变成全球 第21大的经济体 包括GDP十分的亮眼 包括经济成长成为东亚的第一国 这个背后都看到政治情势 一个非常紧密的互动 在我们录影4月2号 20年的同时 AIT主席罗森伯格正在台湾 而在一个礼拜之前 我们看到美国情报级作战小组的 这个主席也正在台湾 就是台女之间 她在伴随着这个经贸的倡议 突破发展的同时 政经情势其实都不太一样了 而在此同时 美日飞也宣布 在南海进行巡弋 情势完全不一样 这里头事实上都可以看出 台湾提升背后 有非常深层的战略思考 来社长 这里有几个点 90年代大概1996、97 好像98年左右 当时张家敦先生有本书 中国即将崩溃 后来有一天李前总统 邀我去翠山庄 他问我怎么看 我说中国正要起来 我说太早了 这个时机不成熟 所以你又是独排众议 李先生 李先生看起来他很生气 我认为 中国财政要起来 为什么 九几年的时候 中国经济它刚好成为世界工厂的开端 所以我说它不会崩溃 而且还会往前走 好 这几年为什么 台湾开始有这样一个改变 刚才龚主委在讲 我想另外一个场景 这个孙冬金先当经济部长的时候 后来有一天我跟他讲 我说 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 台湾的人台湾的钱 不断的 源源不绝的都往中国大陆跑 我说你投投别人 自己都不投 我说这个台湾怎么可能会好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制造会带回来 所以台商回台投资三大方案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讲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很怕中国 所以你说要投资台湾 所以大家不敢亮出自己的名字 所以我们沈部长那个时候 开始做的时候 他说A公司 B公司 我跟他讲说 你用A公司跟B公司 大家没感觉 所以后来大概2018年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口 是广达林百里 他买下中环 那个华雅科技园区的一块地 那个土地交易40218 我跟沈部长讲 我说你去找林百里 叫他站出来说台商回台投资 超级技星 就开始用广达 说服他 他愿意站出来了 广达愿意讲了以后 后面大家就跟了 所以开始有什么公司 他投资台湾金额多少 台商回台投资三大方案 开始位为一股风潮 也就是说他每个礼拜会公布 有哪几家台商要回台投资 金额多少 创造多少就为人数 我们就这样开始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还是累积 我记得最后他1780家 金额超过两兆 我相信这个是台湾 改变台湾非常重要的力量 我那天回去扫墓的时候 我刚好跟Z1的一个很资深的 他退休的技术长 他聊到他就说 美国那个时候对中国都非常天真 他认为中国成长壮大以后 他会融入世界 后来他说不是那一回事 后来几乎在中国毁灭了 我想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 美国单单对中国的定位 一开始也不同的派别 为什么有轻中的也反中的 但是这几年之后 美国人慢慢知道中国怎么回事了 所以我想美国在对中国的各种制裁 他去力造是越来越大 第一个今天大家如果讲一讲 如果中国的高阶晶片他会做 你想今天高阶晶片 我看杀过来台积电是会很惨的 海湾我们能不能保住一块 非常有世界级竞争力的复国神山 这个是大家要了解 就为什么今天成熟制成晶片 中国已经杀到杀片世界了 好 电动车本来很好 为什么今天电动车开始不行 为什么 中国大量量产之后 他不记忆代价 他只追求大量生产 这个大量生产之后杀片全世界 比亚迪现在第三世界国家 他都进去了 还有很多国家现在挡他 为什么 比亚迪不能进印度 印度比亚迪的车子也进不去 所以为什么 现在马斯克在讲说 要防堵中国只有一个人 靠关税币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挡他 他会杀片世亡 这个其实也给大家一个 很鲜明的例子 就是说 台湾在这些年当中 我一直在讲 只要中国会做大量生产 标准规格 一定要避开 为什么没有避开鱼 被他杀了 比较不留 连养猪都可以搞成这个样子 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好 现在我对台湾 我觉得 第一个 台湾的企业 他对少量生产 这种比较 这种客制化的产品 台湾比较内行 为什么 我们对大量生产 其实都低做数人家 但是比方说你现在工业电脑 台湾的工业电脑 现在都世界级的水准 这个工业电脑 因为他量不大 不大 他有很多客制化 还有相对他需要安全 所以张总某先生讲 我说我有一次跟 张董事长吃饭的时候 我说台积电为什么能够成功 张董事长 轻描淡脆 只讲一个英文字叫信 信赖 这个就信赖严肃 台湾在世界的定位 因为台湾在做代工 这个代工做到让全世界 大家都信赖你 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立足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地缘政治从2017年 川普开始硬量贸易战 2018年开始要克关税 从克关税之后 大家重新把中国重新定位 那这么多年当中 当然可以想象得到 国际媒体对台湾都非常担心 像精益学员最喜欢讲 地表上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台湾 很多包括《华尔街日报》 或是你现在看到CNN 经常把战争的新闻 都凸显台湾的危险性 所有的全世界大家都说台湾危险 那我特别要请教大家 就是说你看到台湾这一次 如果以台湾的钱 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 为什么 我们在2019年以前 台湾的银行存款 一年增加1.5兆 2019年以后 从2020到2023 增加3.4兆 钱这么多 从哪里跑出来 如果这个地方会战争 你超票老早 不知道跑哪里去 你怎么会一直回来 所以你的嘴巴讲的是 跟你的身体反应的事 不一样 为什么 台湾大致上 虽然在国际媒体的 宣传战争的阴影当中 但是大家压根 没有想到会战争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在整个国际战略当中 美国站在最前线 开始抗中以后 我相信给台湾 带了非常大的助力 这么多年 我讲日本会 到现在为止 日本人都不相信 为什么 日本你想说 他已经在泡沫经济 调整30年 你到路上去问日本人 你说 日本经济怎么会好 但是 日本股票突然之间 从1万多涨到4万多 日本也不相信 但是为什么会好 我这一次 为什么要到印度去看 印度我是 以前看资料 我这次走访印度 我终于知道 印度什么回事 日本跟日本 就像一个螃蟹的两个夹子 钳子 刚好夹住中国 这两个地方 一定会好到你想象不到 为什么 美国一定会加持这两个国家 让这两个国家 有足够的实力 来抗衡中国 来对抗中国 我想 判断经济 一个就是经济的基本面 但是另外一个 大家对国际政治当中 地缘政治的一个微妙变化 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 你知道 在去年选举之前 很多的在讲台积电 有人讲美基电 有人讲台积电是东芝 Toshiba 然后台积电掏空台湾 现在后来发现不是那一回事 台积电股票已经快800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台湾的护国神山 造就台湾的力量 从2020年到2023年 台湾出口表现全世界最亮眼 它因为2022年的时候 它基期太高 它4395亿 23年下来一点 没什么大不了 那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台湾现在我们以前一年的出口 大概270 280 现在一年的出口 最高的是400多 这430亿左右 然后你现在看到 我们好歹现在有370 380 台湾其实已经相对不容易了 也就是说台湾的出口竞争率 当然有大幅的要升 现在你会来看一下 台湾的出口 现在全世界大概排名18 台湾的GDP大概21 台湾的股票市值 现在全世界排第11名 我们不管你从哪个角度 台湾如果从经济数据 台湾在全世界名列前 我们尽量把台湾讲成一个小国 但如果你从经济规模 跟台湾的经济发展的能量来讲 台湾一点都不小 因为信任 因为看好台湾 因为相信台湾 所以海内外的厂商 纷纷进驻到台湾 刚刚主委也特别提到的 在两岸贸易额的变化里头 包括了因为全球分购的体系下 运作 其实对中国的出口比重 两位认为都在下降 这里头其实就有战略性的思考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状况底下 实际面是什么 我们看到不管美商 微软持续投资台湾 或者是Google 它加码台湾 或者是美商 像是美光等等 还是包括Asmore等等 它们都是扩充在台湾的量 这里头除了科技业之外 包括了像是绿能等等 这里头的泰式 主委可以帮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吗 到底呈现什么的范围呢 这有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社长 跟您刚才提到的 Trust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过去 国际的分工体系里面 是哪里成本最低 就在哪里生产 因为过去来讲 中国成本最低 所以大家都跑去那边生产 但是后来的供应 不是这样 因为还有牵制到 资讯安全等等的一些情况 所以信任这件事情 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刚才讲的台商回台 第一个回台就是智邦 或者是后面讲的 因为它要做伺服器 广搭 你可以看到先回来 现在的股价 几乎都涨得最高 这些 所以在国际供应链就重组 就是您刚才讲的 民主阵营里面 就会开始 飞红供应链就开始重组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 trust 那台湾人本来就是 跟人家的信贷关系很少 事实上也因为台湾人这样子 所以我们COVID-19的时候 政府跟民间 大家的信贷关系很好 所以手 这个手 疫情手得特别好 我们跟大家的 供应链关系 也是这个样子 这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大家 对于中国的评价 已经开始有一些解构性改变 因为现在90年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开始突奔猛进 但是现在的中国的经济 已经开始往下 非常非常明显 那到底遭到什么程度 我最近有一些同学他们 比如说有一家专门做火锅的 海什么什么的 他这个老板 他到中国几个城市去看 他所看到过去中国的熔景 其实出现一些变化 那尤其奢侈指数方面 那有几个厂市 他们前往中国 尤其在上海这几个主要 过去一道知名的品牌 都是大排长龙 现在没人摆 而且进去之后 哇所有的这些福德小姐 一拥而上 因为难得有顾客进来 这个奢侈品 在上海这种一级城市里头 已经完全呈现不一样的氛围 看起来暗淡是必然的一个现象 我先补充一下 总经理想的这个大概就是说 中国的消费力在改变 一个你知道在过这两年当中 像八方零集 他几乎把中国的点都撤了 撤了以后 他趴到美国 为什么 他说那个锅贴 中国卖一块的密币 在美国卖四块美元 他说这个毛利差很多 鼎泰风在中国的生意 现在也下来了 我讲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你要知道 中国的消费力反映在内需 有一家公司叫中国大润发 中国大润发现在叫高薪零售 高薪零售原来是银梁先生的 他后来卖给马云的阿里巴巴 卖的时候一股是卖六块半 卖完不到两年 他涨到十三块四 涨到十三块四 最近高薪零售 他说掉到最惨0.93 你知道 那剩一点点 你知道原来涨剁折 就是台湾去的黄民端 他还在 对不对 这个就告诉你股价很惨 康市务最高18块4毛4 现在掉到多少 最惨7块6 旺旺最高8.4 现在最高4块1毛6 都告诉他他们快剩一半 这个就是说 中国在这些年当中 那个电商 大家不断的杀价 一杀杀到最后 大家都见股了 杀到见股以后 其实他影响实体店面 其实非常重大 在2022年的时候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4041.38亿美元 去年剩多少 剩2794亿 这个就少1300亿了 你现在想一想 你少1300亿 你的制造业 有多少制造业要关门 这个一定会影响 就是中国的就业 中国就业 还有包括你的受薪阶级 你的首得会减少 再来就房地产的这种泡沫化 很多压力都撞在一起的时候 中国当然会调整 所以你最近看到 香港也是这个样子 我在很多年讲说 台湾的加钱指数 会超过香港 恒生指数 一开始差多少 差22000多 香港恒生最高33844点 台湾那个时候是11200多 现在你知道台湾2万多 香港16000多 台湾倒影4000多 倒影4000多 告诉你 以前香港股市的交易量 经常差不多1500到3000亿港币 那台湾呢 香港用港币算 我们用台币算也差不多 但是现在你知道 台湾现在经常五六千 香港都1000以内 1000亿港币以内 台湾的股票每天成交量 完全超过香港 这个是在过去你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想这个也告诉大家 最近我们看到香港 深圳有一家在香港挂牌 叫这个华南城 这个华侨城 这个华侨城 这个华侨城原来股价4.9 现在掉了0.15 这个就告诉你 它原来大型卖场 那个商场 现在你知道 那个大家 这个不断的这个 这个内卷 这个内卷 越卷越卷越小 这个这个 負面效应 其实不断的在扩大 市长又这次也破天荒 带了一大团 然后去参访印度 印度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当我们看2021年 在欧盟国家 对于许许多多 在科技所造成一些假讯息 等等欧盟致上 他们制定这个中介法 对于这些 Google Meta 他们传达一些错假新闻 欧盟是有个因应之道 我们相信在台湾 现在还在努力当中 跟你看印度这个国家 它有决心跟魄力 它认为 你的中国的APP就是有问题 我同时跟你 全部都下降 你可以看出来 它有积极的动能 想要取代中国 成为这个世界工厂 但是反映在行政效率方面 其实可以看出来 是相当不错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 是贫富差距非常非常大 我相信你去过 我上次去新德里的时候 天哪 到处都是动物 大象 骆驼 我在这个地方是一个 我这一次没有 这一次你看不到 我看上去 他真的是 他的所谓的都市 跟这个非都市 传统 进步跟落后之间 是一线之隔 可是他这几年来 快速成长 让我们看到一个 完全是突飞猛进的 一个印度 但是我的重点是说 印度有展现他 在行政效率的决心 可相信之下 台湾遭受到的威胁 跟压力不下于印度 那问题是我们行政动能 在这个相景之下 是不是有烧缺 应该要再加加油呢 诸位 我们是这样 我们是非常清楚 就是从未来来看的话 印度他非常清楚 就是说 他现在很多的 这些商品 或者是晶片 来自于中国 或者是 所以他慢慢的 要去除 他要去中化 所以为什么他现在 要发展半导体产业 非发展不可 因为他大量的进口的 这个成熟制成的部分 他也希望台商 可以过去那边 那台湾的部分 已经这个 站在稍微 比较前面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 面对的就是 供应链移转 就是国际间 另外一个是 数位转型跟禁链转型 那我们就要做好 这三个事情 这个事情的话 就刚才提到的 是超前部署 不再说是大量的 低阶的生产 不是的 那我们就是说 将来整个全世界 说老实话 我一直在讲就是说 全世界的这个 所谓数位转型 包括电动车 全部都需要晶片 台湾对于全世界 这个部分的供应跟满足 它已经不是商机而已 一定会有商机 一定会有订单 它已经变成是一个责任 台湾的半导体 如果进展的速度慢下来 全世界的这个数位转型 速度也就慢下来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供应链伙伴 要有这样的决心 我常常跟外国的朋友来讲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供应链的朋友 trust的供应链朋友 我们要有那个决心 我们在世界上 有这么一个责任 只要我们往前走 世界就往前走 只要我们慢下来 世界就我们慢下来 在我们录影的同时 事实上进入最后一个月 等于一个月18天 520宣誓就职 制定一个重大政策 同时要让很多老百姓感觉 你是接地气的 不能把所有资源 全部投注到我们 看得到了这些核心产业 来 这个社长 现在大概这个 就是以AI为核心的半导体产业 尤其在高阶晶片 这个台积电为本 这个是台湾现在很重要的核心 这一块是台湾发展重要的命脉 这一定要守住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到 因为你知道原来叫科技七雄 现在叫AI-Fi 这AI大概都台湾出来的华人最多了 那这一块台湾系统已经很强了 我们要巩固自己更强大的竞争力 第二个你可以看到小英总统 其实留给台湾有很多新兴产业 第一个大家可以想象的到 我们现在新能源的绿能的再生能源产业 其实你可以看到太阳光电 我刚才跟主委讲 在这个礼拜有一天我看到一个 最新跳出来的数据 太阳光电的发电量 瞬间发电量是857.6万瓦 那天然气发电是868万瓦 那这个现在的燃煤是655万6千万瓦 那我们的风力发电107万瓦 这个核电是186万瓦 那这个你如果用这个来比 你可以慢慢想象得到 我们没有人想到台湾的再生能源 我们现在像太阳光电再加风力发电 尤其离外风力发电 那个是没有变有的 这些能够响应蔡总统的力能再生的产业 我相信所有投入大概都有很大发展的空间 这是台湾在小英中留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新产业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全世界的军工产业都很蓬勃在发展 台湾我们有段很长时间 其实我们都是到海外军事采购团 买了这个飞机 这个战舰回来 我们现在都是自己做 你就知道台湾在整个国舰国造跟国际国造 其实它带来非常大的助力 那这当中你也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在这些年当中 因为台电电网更新 它也创造台湾很多重电产业的重新繁荣 所以这个都我刚才其实告诉大家 台湾这些年政府带动的产业 现在除了生计产业还没有很明朗以外 其实大部分都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成果 把这个创新做一个产业发展的核心 从创新当中政府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政策加持 然后带动内需的发展 我想这是一个台湾未来往前走非常重的力量 是 这个社长往往在很多关键性时刻 他的言论呢 看起来你会觉得诈听之下是这样子吗 但是呢 印证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对照 尤其他刚刚提到生计这个产业 因为最近在生计论坛当中 由这个翁启会他所召开 在这个南港 包括蔡英文总统有出席 你可以预见的是在台湾 因为两年之后马上进入超高龄时代 为什么长照政策这么受到大家关注 有关生命方面 有关养生方面 那这里头的生计背后所扮演的角色 是不言可遇的 所以来诸位 来最后一点时间 诸位不好意思 好 我想在小英总统这八年 刚才社长已经提到 已经有一些基础了 我想新任的赖总统 他有提出五大信贷产业 事实上军工产业也其中一项 我想应该会发展得很好 赖总统有特别提到的是 对于新创商的支持 那我们现在新创每一年获得投资的金额 大概是22点多亿美金 那希望未来四年它可以超过50亿美金 就是1500亿台币 那有了新创源源不断以后 才可以蓬勃的发展起来 我想这是未来四年应该要做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刚刚提到的这个生意产业的发展 那个就是精准化把AI导入等等类似情况 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AI是未来主流 AI不是为了半导体的存在而已 它是百工百业都可以用AI的方法 都可以获益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服务业也好 或其他的行业也好 都会因为AI的发展而获益 它的效率跟它的这个技术提的更高 那创造的产值也会更好 我最近也看到来自美国 Berkeley一个AI博士 这个林虎荣博士来到台湾 他认为现在CHOB GPT 包括OpenAI 他们所开启出来 或Google系统里头 就有一个 因为这个超级大电脑 台湾到底怎样才能追上这个趋势 要超越的话 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是什么 其实可能预测性 尤其是医疗方面 预测性的医疗 恐怕是台湾 是不是能够及时尺的一个关键 谢谢两位 夫人朋友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再会了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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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大家 areas 所以 到这边 这边 可以 很多人 都支持至续